会表达学生对退休老师教导的感谢 一群中心大学毕业多年的校友 安排了五天四夜的环岛之旅 有的全培 有的地培 有的网路上培 其三个特色为 到台湾最东南西北边的四个灯塔 入住四个大学的招待所 拜访两间中正国小 第一天由新竹开车出发 先到中心大学与指导教授会合 然后到位于南楼县仁爱乡的中正国小 再翻过两座山 沿着头69号道路 再次乐坛文武庙游览后 再走台山县 来到嘉义大学 晚上入住嘉义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直奔台湾最西边的国盛灯塔 老师说要宣示台湾的主权 经过评论科技大学 来到最南端的俄兰比灯塔 沿着台26号道路 金满洲来到牡丹湾 阿朗一古道入口 受卡填满驭站 入住台东大学招待所 第三天沿台11号海岸公路 左转玉城公路 转进台9号众谷公路 在狱里休息 下午来到花莲中的火巧 晚上聚会 用拥抱 记住每分感动 入住东华大学度假会馆 第四天 由东华大学金苏花公路 三小时直达头城 休息后 来到最东边的灯塔 三条角灯塔 在沿着北102号 也是环岛一号道路 来到最北边的 富贵角灯塔 晚上后 夜游大一圣的公园 入住台湾大学 劫师旅会馆 第五天 来到新竹高铁站 我会好好的对待自己 大神高铁返回台中 由最后一棒的学生 江老师接回中京大学 全程约1500公里 这样的环岛之旅 也是一种特别的同学会 建议您不妨参考看看 阿伯台湾报道